字幕 李宗盛 好 大家好 歡迎回來收看 爆血銀霸GC BREAKS COUNT年中賽喔 我是今天的主播阿吉 好 那這一次的銀霸 每年的BREAKS COUNT其實都是一個 跟我們的肝較量的一個比賽 對 真的 播超久的 都從凌晨開始 那剛剛有大家關心的阿嬤她已經下班回家休息了 那我是 我是敢來跟她帶 帶她班的 我也希望我們這場都是2比0接受 可以早點下班了 她今天一打完跟我說 怎麼今天幾乎每一場都2比1 我真的是有點難受 她說她以往自豪的最速傳出 她每次播比賽都會很快 但今天出乎意料的幾乎都是2比1 只有最後一場是2比0 好 那今天 等下播的也是最後一場比賽啦 就是決定生死 C組的生死喔 是由這個韓國第三名的這個Tempester 要對上歐洲第二名的 第二名的Tinnitus 那這兩隊其實在 在小組的時候 在今天的第二場就已經先交手過了 最後是由Tinnitus2比1 擊敗了Tempester 所以呢這場其實非常關鍵 老實講我覺得是 大概五五開的一個對局啦 呃這個 那你覺得哪一隊會晉級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R20 晉級機會會比較高啦 我自己覺得 欸啊我剛剛說錯了 我剛剛昏了 是是是 是RAW20 啊啊啊啊我忘記了 那個Tinnitus已經晉級了啦 我剛剛有點昏頭了 對我有點昏頭了 好那這場是那個 RAW20要對上 要對北美第一 RAW20要對上Tempester 抱歉各位抱歉 好 這是代表我也是不年輕了 我已經不年輕了 想當初 想當初連播12個小時 我也不為所動 現在連播12個小時 對我現在播個6小時 就眼神幻散 我剛剛想說欸奇怪我剛剛是講錯了什麼 我沒想到我們阿怪沒有睡著 我們還沒有睡我還沒有睡 我覺得我剛剛那底下等了也蠻久的 對 我剛剛真的忘記那個北美第一的這個RAW20了 對那你覺得北美第一跟Tempester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強一點 呃我個人覺得應該是Tempester稍微強一點 OKOK 我不開玩笑啦 去年我們台灣隊 可是他是北美第一阿 就擊敗了北美第一好嗎 喔是嗎 小看小看 呃呃我當然怪怪的 好剛剛那個聯想師有問到 我們台灣隊ST哪時候可以打 明天第一組 那他們的對手我覺得是挺硬的啦 對 其實這次EU賽區 我跟你講 我跟大家講 EU賽區跟韓國賽區 以前我們會覺得韓國賽區是大於EU 但是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現在EU賽區其實很有實力的 對沒有錯 那他們在小組賽是要遇到這個MP Break 那我大家知道傳統強隊 還有中國賽區的第一名SPT 然後再來就是EU第三 EU第三的隊伍 沒有錯 所以我是覺得挺硬的啦 但是因為 因為我大家都覺得我獨奈嘛 所以我為了明哲保身 不要讓小狗他們說我奈他 所以我明天排休不干我的事 我在家裡看比賽 OKOK 就交給你們了 就交給你們了 好啦那我們回到今天的最後一場重頭戲喔 就是由這個NA第一名的 RODE20要對上韓國第三名的這個TEMPEST TEMPEST他們打法比較怎麼講啊 我自己覺得比較算是一個 蠻特別的陣容啦 他們感覺選角就有時候會不太按規矩去說 對其實 呃 像我之前因為之前在開賽前嘛 因為畢竟我要看了很多近期的比賽 歐..歐..歐..歐美賽區他們的選角其實 說起來跟亞洲賽區這邊的其實是 蠻不太一樣的 像剛剛已經有幾次出了第一把 那還有就是 以目前來講我們比較熟悉的是雙斧體系為主 但是其實在昨天的賽 昨天的比賽的時候其實那個 呃..菲奈提克他們已經 開始在打單服了 可是我..我..我跟肥歐那時候跟肥歐看下的感覺是覺得他在長招啦 因為..現在來講雙斧還是比較強一點點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這幾天的像阿巴瑟 阿巴瑟跟酷爾王已經大量的使用嘛 那剛剛那一場也看到酷爾王不開玩笑 十六等出關頂著阿巴瑟一個的掃三個 對不對 那..在近期來講的話其實我們有很多東西 其實..我發現..不只爆選音吧 有很多其他類似的遊戲 包括..舉個例子像我以前玩星海的 最早來講很多戰術都是歐洲美洲發明的 但他們發明了以後呢 韓國..韓國就會去.. 再把他們發揚光大 對對對..通常都是這樣 但是感覺這次歐洲感覺 也..也發揚了蠻多套..奇怪的套路了 對.. 那.. 那這邊來講的話就有點.. 我就覺得有點.. 我..我是比較支持..看起來是 Tempest會贏阿 我是覺得應該是R20阿 我自己覺得阿 我..我真的覺得他是一個肥美丁 我..我..我真的覺得他是一個肥美丁 你..你不能這樣 他們是個隊伍 請叫他們Row20 OK Row20 Row20 跟我唸一遍 你是Row.. 跟我唸一遍Row20 Row20 OK..不要叫Rs 等一下別人會亂..亂說 我先看一下這個隊伍介紹 好..那剛剛看完了這個Row20的這個隊伍介紹 阿..剛剛我更正一下 剛剛..不好意思 說錯了 是..明天的是L5阿 L5 台灣叫..那一組是有L5 SPT跟歐洲第三的隊伍 所以.. 挺硬的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 都很難打阿這樣子 對..我覺得ST不知道為什麼都跟L5 挺有緣分的 大部分都是不知道他 還蠻常遇到他們的阿 不開玩笑 好..那..我..我是覺得啦 你是說..你覺得Row20對不對 對Row20 我跟你講我覺得你真的就是故意要說反話 沒有阿怎麼會呢 我跟你講我這個人對這個Temester我非常有信心 我覺得..我..我覺得我們這兩個人互相哪一個會不會變1比1阿 我就覺得Row20北美第一都來賣 OKOK.. 根據往年的感覺 除了第一屆的C9嘛 嗯.. 我都覺得北美都來..都來開玩笑的 我覺得開玩..開很多玩笑 我覺得差不多應該要展現出深圳的實力了吧 是嗎? 是我覺得應該應該展現實力了現在 是我覺得應該應該展現實力了現在 他們今天在..呃.. 在跟著聽Dinitas打的時候 Dinitas打的時候 他們有出了這個..DVAR陣 還不錯喔 雖然沒有贏阿 目前出DVAR都是輸 現在看到的是Temester的選手介紹 HIDE support位 lockdown 工具人 HKNO 自由位 他..他基本上也會扛主塔也可以扛後排 但是通常來講他是扛後面的一些近視位 居多 感覺他可能在上一局 欸..幹..你覺得就是.. H.. H8感覺這邊打得都比較好齁 感覺..這..這場應該也是 我覺得他感覺還會不會再去骷髏玩這種角色 我覺得很..不好.. 呃..要看地圖出來 只是..其實大陸的關注從EC2以後 H82這位選手加入Temester以後 他們的體系就已經慢慢的 呃..核心就已經在他身上了 對..因為以往 以往.. 以往在之前Dartdick小鴨 他們還在Temester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 有點算是圍繞著lockdown 去做陣型轉換的 但是..在EC2的時候 其實H82 打得..真的還蠻好的喔 他們有.. 擊敗..欸..忘記擊敗Mii Break還是 擊敗了5塊了 其中一隊我忘記了 然後當時.. H82選擇的亞塔尼斯 跟其他近四位打得非常之出色 所以.. 現在Temex我.. 雖然說他們雖然說是韓國區的第三名 但是其實他們實力是.. 相較於之前是有更.. 更進一步的增強的 嗯.. 對的.. 所以我自己.. 看起來啦 我還是比較支持韓國.. 的..隊伍 因為感覺上他們整體的實力 還是相較於北美第一 這個World20還是稍微強一點 對..而且我覺得其實.. Dinitus其實打.. TP的時候是被他們打成1比1的 那後面當然還是Dinitus 被..還是順利的晉級啦 對 那..其實.. 往年的這個.. 北美第一也不知道為什麼 常常就是會在.. 預賽的時候就出局了 欸我記得去年台灣好像也是擊敗了.. 欸..八強 欸..王劍是八強的時候還是預賽的時候 反正有.. 台灣隊伍有擊敗北美的第一名 對然後後來晉級了 你覺得北美第一有時候會在一些.. 有時候關鍵的時候 嘖.. 就是會有點怪怪的 舉動會出現 呃..應該說我覺得他們整體而言的操作 並沒有像.. 呃..像韓國的.. 單兵操作這麼強啦 但是說來.. 但是我們剛剛說這麼久 其實為什麼說EU會猛 他們其實.. 單兵實力夠 再來就是他們的意識跟.. 觀念是很棒的 他們能在打這種.. 協調戰就是.. 調線這種東西的話 他們其實是優於韓國那邊的 但韓國是正面.. 硬碰硬的實力是比較驚人的 噢..這邊ROTAN選擇地圖是核武戰地 哇..這一張圖就是要開招啦 這張圖其實.. 全球流就是相當的.. 好用啊 很氾濫的一張圖 這張圖其實一定都是會拿一些.. 德阿卡..亮翼這種佛紗德 尤其這張地圖應該亮翼是非常強手的 對..這張地圖昨天.. 我經驗說這張地圖如果有.. 呃..有.. 滾溪雪球來說的話 基本上是會.. 有很高的機率.. 機率在14分15分鐘就結束這場比賽的勝利 好..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場比賽的先Ban先選 應該是由Tempester先Ban先選喔 欸..他這邊的話我覺得.. 開場應該會先.. 還是..看他要不要先Ban亮翼啦 我覺得這張地圖BG亮翼使用度蠻高的 呃..可以 要嘛..也可以..要嘛就Ban塔沙打 欸..邁迪文 我跟你講這個邁迪文絕對是一個.. 尊..尊重啦 呃..今天我看了 因為我今天在播新來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辦法.. 很..很常關注到每一場的Ban Peek 但是..據我所知 Raw20的麥迪文常常被Ban 他們那邊好像..我記得有一個是.. Mane麥迪文 而且去年好像也是這個原因 麥迪文神 對..好不好 我跟你講可以讓每個人都Ban他麥迪文 我覺得他.. 這一次比賽就夠了 好不好 輸了也沒關係 對..大家都怕我麥迪文 好..這邊Tempester第一手拿了卡薩達 其實我覺得還蠻符合他們的隊伍 他們很喜歡卡薩達 好..那這邊Raw20直接拿了.. 喔..小護士加雜莉亞 我覺得.. 詐莉亞 這邊拿..沙莉亞跟小護士拿出來 那應該就是一個傳統加維拉這種類型 或狼人會比較好 那這邊..TP 感覺會去拿一些..可能會.. 嘖.. 葛雷麥恩吧 我覺得葛雷麥恩會稍微..會比較好一點 必須抓小護的時候 要突然一個爆發 還有一些高機動性能 會是最好的選擇 其實這張地圖..群球單哥也有不錯的發揮啦 但是.. 我覺得..他們很會拿閃光 感覺上阿..我覺得你有塔塔塔的情況下 其實閃光是一個不錯的.. 對.. 不錯的輸出 就是藍人跟閃光自己挑一個啦 我覺得..你通常拿塔塔塔去打.. 對面這個.. 有小護士的陣容的時候 你通常想輸出 一定都是配一個比較有機動性的 但是為什麼我會覺得說.. 嘖..拿狼人機率比較.. 欸.. 這邊果然還是一樣跟你講的拿來閃光 你今天感覺命中率有點高 可是我就說.. 我跟你講..大家通常說我毒奶 我覺得這是大家一直以來對我長久誤會 你的奶怎麼突然吸氣呢 今天我們兩個坐在台上 就知道誰是贈品 誰是防冒兵 我覺得不好說阿 對..你看.. 我說是閃光就是閃光 你說是狼人就不是狼人 哇..我只..真的.. 真的..我也只能認了這一次 我跟你說.. 今天從一開始我就說 我說有多準就有多準 你說有多不準就有多不準 我真的沒辦法這一次 我覺得..這個.. 遊戲有時候好奇怪的感覺 為什麼我講他們都不選呢 真的是.. 然後我講那一隊怎麼突然都輸了 欸..這邊怎麼會變成.. 欸..怎麼突然跳個出來 好..有..應該是有.. 有個人斷線了喔 哇.. 好..那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呃..這邊Tempester選了這個塔拉達亮意 還有.. 穆阿丁 現在還不錯阿 我覺得這.. 欸..塔薩達亮意 應該塔薩達閃光 跟穆阿丁 塔薩達閃光跟穆阿丁 其實.. 目前看起來是還蠻不錯的一個 目前看起來是不錯 可是..欸.. 嘖.. 感覺.. 那個.. 左邊那邊的話 我覺得他們選角 會..很多東西可以拿 畢竟.. 我覺得你全球流還沒有人拿德拉卡 我覺得德拉卡其實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這個時候 你覺得..呃.. 因為其實.. 我有這種看那個.. 看鬥陣 我看到扎莉亞 跟小護士這種.. 很像是那種地推陣的感覺 就是他們很像是打平推 然後.. 這種拿法的話其實.. 你可以分一個全球流去上路 就像你剛剛說的德拉卡 那另外可能就是他在拿一個輔助 再拿一個輔助 跟一個.. 穩健的後排輸出 那這後排輸有誰可以選擇 像.. 維拉.. 因為維拉其實是.. 比較不怕閃光的 你.. 然後再拿一個亮翼來針對閃光 但是.. 剛剛亮翼有被ban掉嗎 沒有 還沒有被ban嘛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等一下 應該某一隊會ban一個亮翼 會..會ban掉 一定會ban 我覺得這.. 我跟你講啦 他們如果不ban亮翼 我覺得也會再ban一個全球流 全球流一定會被ban 我覺得鳥人這張地圖也是很像 我覺得他們這一隊一定會選擇去拿 最少一隻 我覺得有可能會拿兩隻 如果亮翼真的沒有被ban 我覺得他們也會拿 我是覺得亮翼應該會被ban啊 因為.. 你的戰一定是會被ban 假設你看好這邊紮莉亞 這邊拿著紮莉亞跟小巫是 然後.. 呃.. 沒有被ban亮翼的話 情況下我覺得 蠻有機會 會拿維拉變雙斧 對..雙斧雙坦跟一個後排 對.. 那就看他們.. 我就覺得看他們怎麼去拿 我覺得.. 拿維拉的機率會很高 如果他們補助 真的亮翼拿不到的話 我就可能會拿一個麻法里人去做一個代替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對..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其實 亮翼還蠻強的 還不錯呦 還不錯使用 在.. 地圖支援 跟這個.. 呃.. 地圖的.. 隊伍支援 還有地圖的支援上 其實他.. 他算是一隻蠻好用的一個輔助角色 對.. 對.. 那.. 我是覺得一定會被ban啦 因為.. 前三round如果都沒有人拿出來的話 因為目前的.. 現在.. 剛剛突然斷掉了 我.. 我最後印度演員的是.. Tempest是第一手塔拉達嗎 閃光.. 對.. 塔拉達閃光木拉丁 其實已經有把他們主題拿出來 通常這樣打就是打雙斧體系 單.. 呃.. 不一定是單.. 呃..不一定是單坦 因為其實.. 單後排.. 閃光有塔拉達盾的情況下 他也是可以很敢.. 很敢打的 然後那一邊則是選擇小護士跟.. 跟這個詐莉亞 所以其實他們目前的變形來講的話 我覺得還蠻有.. 蠻大的機會是選擇.. 打卡是一個不錯的.. 邊線.. 坦克 我覺得他.. 也有可能不拿打卡 會拿一個比較好保.. 牌的那個.. 佛斯塔德 我覺得拿佛斯塔德其實也是不錯 拿佛斯塔德的話 如果閃光一個人跑進來 你可以把一部分隊友吹掉 那可以確保說 衣物兵至少還有機會可以活得的機率很高 對的.. 好 那最主要來講 嗯.. 我覺得還是.. 最重要的問題 我覺得還是在於說 他的主坦這邊的話 會去選擇拿誰 因為.. 木拉廳竟然已經被拿掉 那你其他人考慮的 通常來講就是.. 牛頭人ETC 這..這版本也滿常出來的 然後再來就是.. 泰瑞爾嘛 我覺得泰瑞爾 這兩隻角色目前來講 我是覺得坦克裡面 稍微比較好的 沒錯 好 那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好 精采的比賽表情 趕快馬上回來 謝謝équipe 謝謝拜託 謝謝你 謝謝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ue to an attack on the Omnium's fusion core, the area was transformed into an irradiated wasteland Survivors, like Jameson Fox, were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resulting radiation Post an eviction from Junkratown and a subsequent international crime spree, the explosive-obsessed Junkrat has found himself in the Nexus, and wherever Junkrat goes, Havoc and Bedlam can't be far behind Junkrat is a ranged assassin who displaces and roots enemies while dealing a ton of explosive damage Junkrat's trait is total mayhem Just like in Overwatch, when Junkrat is killed, he drops a series of grenades which explode and deal damage to any enemy caught in the area His first basic ability, Frag Launcher, launches a grenade that bounces in the same direction until it ricochets off terrain or hits its target and explodes When cast, a circle around Junkrat shows the target area where he'll fire the initial shot and the line indicator shows the direction and distance his grenades will bounce Frag grenades deal half damage to structures and have four charges that replenish all at once Junkrat's W ability places a Concussion Mine at a target location Once placed, his D key becomes the activatable ability Detonate Mine which triggers his mine to deal damage and knock back enemies nearby Concussion Mine has no time limit and lasts until he chooses to trigger it or place a new mine As you would expect, Junkrat takes no damage from being knocked away by his own mines allowing him to make a stylish getaway With his next ability, Steel Trap, Junkrat tosses out a giant metal-toothed trap Once armed, it injures and roots the first enemy that strays too close Junkrat can only have one active trap, and recasting destroys the old one Fire in the hole! Rip Tire is Junkrat's first heroic ability After Junkrat lets her rip, he controls this motorized bomb for a short period While active, the Rip Tire's Q ability allows it to jump over enemies and terrain alike Once the bomb has reached its destination, he can activate it and deal damage to enemies in the blast radius The closer they are to ground zero, the more damage they take The Rip Tire can be killed by enemies, and if you take too long to reach your targets, it will expire Since Junkrat is vulnerable while his Rip Tire is out, be sure to activate it from a safe location Unless you like to live dangerously Junkrat's second heroic, Rocket Ride, brings the explosives in an all-new way After taking a couple seconds to hop aboard his customized rocket, Junkrat blasts into the stratosphere His landing location is controlled by a movable targeting cursor And after a few seconds, Junkrat lands smack dab in the center Dealing damage, activating his total mayhem trait After a short rest, Junkrat reappears no worse for wear at the Hall of Storms And can cruise his missile back into the fight with incredible speed Causing chaos is what Junkrat does best Knock your enemy around Tire them out by forcing them to dodge grenades and traps If your enemy isn't totally confused and exhausted, then you're not doing your job right Here are a few ways you can spread the mayhem Chattering teeth? Upgrades Junkrat's steel 速度 義務躁開玩笑 駛 駛 對 他這邊駛了一個奧利爾 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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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哀 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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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到呢 真的 還行啦 還行啦 這邊來看一下 我覺得他會不會出一個卡爾洛斯 我覺得也有很大的機率 我覺得這個卡爾洛斯其實是可以出的 沒錯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這邊 要怎麼去選擇這一路 對方基本上已經拿出他們一些核心的東西了 我覺得應該是拿卡爾洛斯 我覺得這卡爾洛斯其實 發揮的是還不錯的 如果這場有拿到的話 那這邊的話 後排我自己覺得啦 後排我真的自己覺得啦 欸 拿一個葛雷麥恩 莉莉 莉莉 這個莉莉是要 智芒閃光了嗎 哇 他這樣 欸 我以為他這一手 輔助可能會去拿什麼 亮翼之類的 他竟然去拿一個莉莉 對啊 而且 這個莉莉 你 不是 我不太懂他這一手拿莉莉的感覺 我原本以為啦 他那一盒 葛雷麥恩不一定要拿 他可以拿 維拉加閃 呃 維拉加亮翼 那基本上這個閃光 就有跟沒有一樣了 嗯 弄不到他的 然後他們再拿一個不錯的前排 就打一個很好的一個 雙彈陣 甚至他那個前排可以選擇像 德哈卡這種類型的角色 結果他們反而拿葛雷麥恩加莉莉 這個莉莉其實我覺得你也不用這麼早拿出來啊 因為這一隻不太會有人去選他的 對 而且我覺得你葛雷麥恩是可以選 這隻莉莉選出來其實 嘖 效果也不是說特別的好 畢竟閃光 你雖然可以自慢這個閃光 但是人家後面還有兩手 這兩手的話他們很一定會去拿一個吸吸鍊 而去控制你 喔 三牙啊 哇 我跟這樣 我看到這個陣容 不用打Tampers屌虐 Tampers屌虐 好不好 我真的也覺得可能Tampers會比較好打 畢竟他們這邊的話 三牙這邊可能會一直一路去拆塔 然後讓四個人去做一個會上拖延時間 讓三牙去做事 這邊的話 我覺得 他最後一手我覺得 真的覺得卡洛斯真的比較好一點 不是啊 為什麼我說他這樣屌虐 三牙轉起來誰斷他啊 沒有人可以斷他啊 這個 小物資啊 小物資丟個手機蛋 好像也斷不了 只能彈而已 也斷不了啊 只能彈他而已 只能彈走而已 這個 我覺得很奇怪的原因是 這個立地 真的拿得有點太快了 T.Va 哇喔 我就想看D.Va好不好 這是他們的理解 我看我之前就說過了 我在第一天的賽程的時候我就說 我這次 北美賽區 歐美賽區一定會出D.Va 對不對 這個D.Va 出出來我覺得 不是說特別的好啦 當然D.Va至少是有一個拖機甲 可是問題是 你這樣很難帶的死人啊 這樣子你的陣容來講 是一個沒有CC的人 對面可能想拉打就拉打 我覺得這完全沒CC啊 上亞進去就隨便他啦 對不對 他只要抓個好的進場 跟穆拉丁一直進場 他要打誰 重點還有閃光跟塔塔塔的盾 我怎麼看我都覺得 這個Temester要輸太困難了 而且重點是打單線的時候 這個山亞 基本上好像有點好發揮啊 就是上路線他們很難去丟一個人 去處理這個山 可能就頂多就丟一個莉莉 去稍微壓 可是他感覺只要開一個旋轉小拼 就無限人被帶走 我覺得可能是 羅卡尼克應該是想家的 欸不對啊 他不是在美國欸 哈哈 他們是可以練習完 直接回家休息的欸 哇那這邊看一下雙方的陣容喔 這邊是 羅卡尼則是這個 Diva 莉莉 葛麥恩 還有扎莉亞 還有小護士 那Temester這邊則是 桑亞 雷加 三王 還有閃光跟塔薩達 哇這光 我剛看到這陣容 我就覺得Temester這個 就是一個標準的 非常強勢的 對我覺得Temester這邊的陣容 我講的啦 關於選角來講 我覺得就已經贏了70% 我覺得這70%真的 你不論是對線還是會戰 我真的覺得 都很好打啦 講真的 Temex都真的還蠻好打的 我覺得你隊伍11來講 64開啦 再加上這選角我覺得82開 我覺得82開 我還說有點興趣 我又覺得是91開了 你知道嗎 這有點難打 因為 怎麼講 他的輸出全部都交給了 交給了這個German跟扎莉亞 對 那Diva本身的輸出其實是有 但沒有那麼多啊 而且這個小護士 其實Temex是很多角色可以去抓他的 很多角色真的是可以抓 而且又有CC可以去斷這個莉莉 這莉莉就算開了一個謙卑不醉 還是一樣會被木拉丁這種角色 或三亞這種角色斷下來 機率很高 而且重點是Diva這隻角色 他 他的定位是附坦 我覺得他也沒有很硬 因為我說玩過他 就知道他其實沒有很硬 其實Diva這角色 這個版本他有兩個優點 一個是他的減傷關 減傷的那個關線 那個關線其實可以減傷很多 但是問題是 對面只要一段你那個減傷 進入CC狀況的時候 三亞的血量是吸的回來 如果你那個減傷沒有被斷 三亞開血量可能吸不回來 但是問題是對面的手上 其實CC面是有兩個到三格的 那其實很不好打 而且Diva還有第二個優勢就是 他的跳車可以去強佔一個地形 這邊的話會是比較好的地方 我覺得 沒有啦我剛剛太有自信了 第一次 第一次看到這種陣容 是覺得自己絕對不可能輸的 對我覺得這個看起來就是 很白名的給TEMPLUS 沒有我覺得可能他們 有他們一些特別理解 因為Diva Diva其實剛剛已經講過 在韓國賽區 我印象中我看的那個 韓國的比賽來講的話 只有在十六強之這個時候 不是十六強 八強的時候有看到一個隊伍使用 但是他們是輸掉 但歐美賽區其實他們在 他們有 沒有到很頻繁去使用Diva 但是Diva的出現率是還挺高的 對那他們可能會有一些 特別的不一樣的用途 但是比較 讓人覺得比較意外的地方 他們選這個完全沒有CC的陣容 是要怎麼樣去跟對方這種陣容來做個抗衡 第一個你沒有CC 閃光根本就沒在怕你的阿 而且我覺得地圖感覺根本也不是他們的陣容可以去使用的 第一個這個陣容來講 就是掉線嘛 掉線要好 也就是說你線上的壓力是要給的比較大的 可是你這個陣容來講 就只有扎莉阿跟U兵 再加藍的這個下路推線 可是問題是 如果對面TEMEX這邊的話 他也可以選給你換塔 那你這邊的話前面是塔換塔 而後面配帶優勢 對好啊這邊看一下左邊的是藍方 Rawful20喔那剛剛看到Justin則是選擇Diva喔 這個Buzz則是選擇這小護士喔 小護士 OK地圖在地圖右邊 紅方TEMPEST 這邊則是選擇 亥迪的雷加 H8則是桑亞 那Lockdown則是塔薩達 好賽則是閃光 閃耀秀起來囉 Honkono真的選擇這顆木拉丁喔 哇 感覺 賽要秀個閃光 賽的閃光其實 Wonder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還算是不錯了 真的已經算是很好了 呃這邊感覺 分線上來講的話 感覺TEMPEST這邊感覺是想要先做一二二 我靠 我是覺得 Rawful20這邊的話 我覺得他們陣容其實真的 在前期不太好度過啦 我自己覺得 沒錯 我覺得他們陣容不適合這張 閃光近看 閃光近場有沒有 普攻一下 近戰攻擊 第一把少了大概五分之一條線 對 好上面 其實現在的韓國啊 像MVPLAC這邊的話 他們其實 陣容就是現在韓國的比 那個戰隊來講 他們的套路都很像 很像一個原因就是 雷加跟坦克一起走 就是可能在移路 然後讓坦克隨時可以跑線 雷加固定在中路 他就是犯一個二二 閃光跟塔薩達去做一個打配下路壓線 這樣的話他們就是下路可以贏 那中路也可以 洗完線就跑掉去做一個game 可是這樣機動性靈活性都會擴大得很大 對這邊讓那個 Lockdown跟Sign的閃光來走路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 不錯的一個選擇 好 閃光到中路去做的支援喔 那這邊塔薩達則在下面來對抗 Viva 跟莉莉的組合 好這邊從這邊突入 欸這個槌沒有進 沒有沒有暈到 也很可惜 好現在小巫師基本上沒有 抹以後用能量的方式來講 他的續戰力非常強喔 我覺得 左邊這邊的分線真的 讓我覺得 有點擺視不可及 怎麼 札里亞配一個醫護兵在那邊奶去洗能量 我真的 覺得對線也 猜不到什麼東西 我覺得真的是很灰阿 那個陣容 這個陣容我覺得會戰也贏不太了 好這沙轉起來喔 新鮮人非常給力 那來看一下中 好這邊第一波核彈出現了 來看一下這邊雙方的掉線跟爭奪 好中間這邊賽的閃光 稍微逼退了一下對方的第一寶 那第一波集結 應該沒有意外又lockdown拿下第一核彈 我剛剛 誒 剛剛路路團體好像已經先拿一個核彈了 對 他們其實已經有人先拿到 但同大家都同樣是以一個核彈去拿 可是這邊來講的話 其實節奏全是在 Temex這邊 這邊的話 線上壓力比較大的 還是在路團體這邊 他們中下路其實都是被壓的比較死的 而且 Temex這邊靠上路三亞一直在持續的吸經驗 其實根本也沒有受到非常大的壓力 也就是說說對面沒有吸吸根本也不好殺 好這一個核彈先放下來 直接把這水子打掉 然後這一個 這怕也有機會 那上面線則是三個莉莉 跟小巫師 哇扛著這個扎莉亞 這個扎莉亞就是一個 護盾一直累積去 再讓小巫師去做一個奶量 喔他第一層是點普攻的喔 那這邊 喔這邊要硬 硬丟核彈 三亞轉起來 但沒有辦法退 糟糕上的位置也不是很好 有一點點太衝囉 但很可惜沒有一些 沒有11技喔 沒有辦法留下來 但算是一個塔的交換阿 因為中線 可是現在發現 就是竟然他們 下路露驚艷 而且他們竟然選擇去 開一個BOSS 哇這個會不會太誇張了吧 這個太誇張了吧 太狂了阿 這遊戲時間 三分二十秒來吃BOSS 而且 扎莉亞這個 不開玩笑喔 這普攻出得不得了 哇 Diva來到這邊是四個人 五個人直接 Rush這個BOSS喔 哪塞這邊想要有點殘 這邊塔塔給了一個盾 哇 這邊感覺還是想要硬吃嗎 要硬吃嗎 哇 三亞進去先轉起來 但傷害蠻痛的喔 這邊Dia感覺要爆甲了 這邊的話感覺閃光被砲台A了一下 有一點點傷 哇 超狂阿 這邊的話感覺好像任務要得要放喔 我覺得 對 但是這靠Diva確實可以當達的 這邊抓 木拉丁從機場喔 這邊 賴沖炸彈 有但是第一時間小屋是被奶了起來 哇糟糕 這邊人家想要有點殘喔 位置不是很好 上來轉起來 這邊是一個0換2 哇0換3 這怎麼回事 哇這個對面陣容好像有點硬 其實我剛才覺得啦 木拉丁跳得太急 他其實後面的人都沒有跟上 那這邊的話跳到一個之後 閃光一個脈衝在那去跟到 那只有把U兵打到半條而已 那有點可惜 這邊 剛剛塔薩達那邊是沒有成功的進來 那稍微 後排跟前排有點脫節到了 我覺得剛剛Diva這邊 其實簡單處理的也是很不錯阿 不是主要是 主要是這個 因為有兩個 兩個主意在奶這個 札莉亞 札莉亞的普攻流其實是很靠 呃他低層點這個是很恐怖的 上來很暴躁 那剛剛第一時間其實 就像你剛剛講 那香港的木拉丁太早跳進去 了 那下來了這一波BOSS 哇 我覺得有點危險 而且他 剛剛其實還有一隻 莉莉讓閃光沒有辦法去做一個持續的 所以只能丟一個脈衝 脈衝炸彈去做一個傷害 有點可惜 不會吧 遊戲時間五分 要掉上塔了嗎 喔 這邊要爆了沒有 還在吃 喔爆炸了Diva爆炸了Diva爆炸 哇這邊要強逼 哇這個感覺 哇掉上塔了 太神了 太誇張了 喔 塔蘭盾還是要掉 欸 欸 還有還有一個 欸 欸 喔有有有掉了 我想說他這不掉了 太深了 哇這個 實在有夠粗 對 這邊感覺 嗯 嘖 Temmys已經節奏被打亂 而且他們現在等差一等 其實有點尷尬啊 不是我是覺得上塔這邊帶子有太虧了 而且在山路那波BOSS 爭奪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 嘖 怎麼講啊你 塔 木拉丁太早跳進去了 真的覺得那波失誤點真的很傷啊 你一波跳進去然後 死了三個人 然後還掉一波BOSS 還塔也被跟著一起推掉 這邊的話少了一等 那基本上還是只能去選擇去換經驗 就是拆下塔喔 欸要去抓下路喔 木拉丁有在旁邊側面幫忙看著 然後雷加趕快做一個撤退喔 喔這邊要來直接RushBOSS 喔是可以的啊 因為畢竟 詹利亞這一個 天賦的運用喔 配合這個 Justin的Diva 這邊是還沒有上十等喔 這邊上十等至少還要再兩坨兵 這邊在 在 在吸 莎雅在吸 莎雅在看時間 在吸一輪就有了 對在吸一輪就有了 感覺上是可以脫掉的喔 好吸到了 上十等 這一個非常關鍵 直接往上開啟 直接從後面繞過來 想來抓小護士喔 那小護士直接往後做一個拉車 立立開啟千萬不罪 那這邊進場 好進場 小護士有點殘 應該要被收掉了 血量生一點 哇開了醫療廷往後飛 這邊反而是 木拉丁被收割一個0換2 Diva 炸起來 哇 這邊才能收割0換3 OK 只能說 這個對 路上體這邊的陣容來講 真的是有夠硬的 真的是打不 打不床啊 這邊 真的只能說 呃 剛剛先祖治療也已經 繳到閃光身上了 導致說 木拉丁這邊也扛不太住 也是直接倒下 這邊其實 伊扎莉亞的傷害真的是很痛 他點了這個 普攻 普攻流的 他的能量只要一級到滿 他的線是很粗 而且傷害非常高 這邊的再加藍了的持續收通能力 其實效果是還不錯的 剛剛Boss的小護士 真的不開玩笑欸 最 他差一下就死了 然後 很極限的小飛機拉走 哇 剛剛 沒有任何人傷亡 頂著Boss喔 頂著Boss喔 直接 打贏一波會戰0換3 然後 現在這一波Boss推進 好側面 三王想要從側面做個突入喔 但 這一個塔香院 威脅後面又又要抓小護士 閃光晉升 但現在已經有點慘了 哇 小護士沒存進去了 點一錘錘錘回來 但是 做點隊伍都在後面阿 糟糕了 那盪香有點慘 三雅轉出來 感覺三雅應該是要被賣了啦 這一個不行了 不是 他剛剛那個往後錘是怎麼概念 所有人都已經跟上了 結果你往後錘 我覺得這場感覺 好像遊戲要結束 已經等差兩等了喔現在 現在感覺 應該是 真的有點頂不太住了 畢竟對面的狀態還 還蠻好的 這邊的話感覺 殺不掉小護士阿 你看小護士的血量 沒扣阿 他還打那麼久 欸 所有人都還打在 灌在他身上喔 還是死了 還是死了 我想說 還不死太神啦 好這邊 披神也要死了 這邊應該是要反擊殺 那莉莉直接死 靈換三 我覺得這邊太狂了 想要 想要去收四個 這邊有點太貪了 這邊扎莉阿還是得倒 應該是 五個全死 這邊的話感覺 Temmes 機會來了 這個風向終於 稍微起來了一點點 雖然他兩 兩個內塔都爆炸了 但是現在至少有一個 資本是 我們現在等級 快拉回來了 唉 真是 剛剛我那邊吹小護士 吹在半天 突然死掉 害我剛剛突然辭窮 不知道說什麼 真的是無言 好沒關係這一波 不過我覺得賺阿 這個雷加是怎樣 不過 不過真的很賺阿 他 兩個BOSS 直接都推到內塔喔 可是他剛剛如果 直接拆完那個內塔 退掉的話 他可以穩得更大的優勢 然後繼續的去滾這個水球 可是他剛剛有一波太貪了 導致說現在經驗已經被完全追上了 哇再來一次這個BOSS 這一場這個BOSS 然後又 這邊應該有核彈吧 沒有沒有核彈 沒有核彈 好這邊要來抓喔 都發現了13打13 其實我 我現在覺得這個 盧團體這邊的話 他們這個陣容現在 目前打到平等的時候 會很尷尬 這個小護士我覺得 有機會可以秒掉 只要 那三亞跟布拉丁在加閃光 一起跳過去 是很大的機率可以把他 給秒了 不是這個詹莉亞好煩喔 這詹莉亞 出刀不行 這傷害 不過現在都上13等了 我覺得詹莉亞不能太囂張了 對 現在的話 等級是平行的 這邊的話 傷害量也是比較高的喔 這邊我覺得 TEMEX是一個機會阿 喔 這邊垂到一個詹莉亞 詹莉亞被繳的一個進化救出來 然後這邊的話 開了千 千杯不醉 哇 糟糕 這個 我覺得反而這些 毒暴蟲 反而限制了TEMEX的進攻 我覺得剛剛不用往上深追 我覺得 反而是從側面做包夾會是最好的 這邊的話我覺得 而且其實我不太懂 紅空龍為什麼點一拳阿 這個 他如果扛不太住 其實也是火難打的 不過沒關係 再等一下時間 你看這毒暴蟲反而是在 在限制TEMEX的位置喔 好 我覺得現在TEMEX的位置有點尷尬 這邊的話 三亞要找機會跳了嗎 喔想要 想要自爆 跳武器跳三個 欸想要自爆 糟糕這個位置 扛不住阿 哎呀要炸出來 炸到閃光 好 怎麼這樣子 這個怎麼 怎麼會 這樣的結果呢 哇閃光直接被 閃光被DVA的自爆炸死 然後 而且我剛剛 抓定一個殘酷的回程 哇 這邊小巫師開啟了一搖船 往前 直接來爆核心 好 GG 這一場結束的蠻快的 這場結束真的有點快 我覺得剛才這邊的話 真的 三亞尬是直接跳三個後排 我覺得他跳的是可以 問題是如果他再早一點出手 如果BOSS剛才是打到一半的時候 他如果早點跳 我覺得 可能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了 對 可是這個應該已經沒什麼機會了吧 這個BOSS推進 傷害BOSS打個十幾%啊 這個一定沒機會了 OKOK的啦 對 好這邊直接帶走我們 恭喜RORO20 先拿下第一場比賽的勝利 哇 不愧是北美第一 對 有一點實力啊 對 畢竟是個第一 怎麼可能會輸給韓國的第三 會不會講完這句話 等一下 哇 我覺得這樣 TEMPEST應該是 被驚嚇了 其實我覺得TEMPEST的選角 被驚嚇了 我真的覺得是不錯 可是問題是 我覺得在某方面來講 就是 穆拉丁 就是 常常會後排跟前排 有點脫節 像是三亞跟他跳另外一邊 而可是跟他幾乎一點 是打雜莉亞這個地方 而可是BOSS這邊 他們又想想 但是你為什麼不在BOSS 半條寫的情況下 去搶搶抗 所以我才說嘛 歐美的META領先全球 對不對 像他剛剛那個一選 我也是看不太懂 我只是以 我只是以 韓國的風格來講 我覺得韓國 拿到剛剛那個陣容 就神強了 他是韓國的陣容 沒錯啊 就神強了 誰知道 不過確實 剛剛第一點 札莉亞 點這個菜刀流 基本上就 確實很強啦 他的那個能量滿起來 出到不行 有點實力 那剛剛可以看到 其實我覺得剛剛有幾波 關鍵會戰 是這個 TEMPEST沒有打好 他們 第一波打輸的時候 是莫拉丁太早跳進去 再來就是 他這樣打法 他點一拳超冷 而且那一波最主要是 對面扛的BOSS在打 竟然還打輸了 真的有點 有點 你要怎麼說 對 然後第二波其實 看起來好像是 Raww20在扛這個BOSS 但事實上 毒暴蟲 毒暴蟲 撒出去都是 TEMPEST在吃招的 其實我們都知道 那個BOSS 普攻傷害沒有很痛 是 爆炸的時候 那個爆炸那個毒很痛 對 結果其實剛剛那幾波 感覺上有點可惜啊 剛剛我是覺得選角上來講 而且我覺得 最奇怪的是 莫拉丁竟然在那種情況去點了一個一拳超的天賦 我覺得你就算要把 第一把機甲打走 但是我也覺得你 為什麼不學一個石化勝者 然後去強抓對面的後排 會是 我覺得會比較好 你畢竟看得住 你的奶量的話 就可以丟給你的閃光 這樣子的話 就不用多保一個莫拉丁給支援 對其實我覺得最關鍵的是 真的是第一波那個 莫拉丁從外面開始被滾雪球 我真的覺得 不懂為什麼 洪空龍每次玩莫拉丁都要點一拳超人 他包含 唯一一場 唯一一個下路 BOSS進來 四個人喔 都已經跟上莫拉丁去抓那個 那個小巫師了 結果他一拳超人把他 往裡面打 沒有人追得到 反而小巫師 欸 原來他是內奸 原來他是內奸 幫我做一個 長距離的位移 躲過了對方的狙殺 這也是蠻神奇的 對阿 我覺得他其實 王莫拉丁感覺 嘖 他點一拳超人 真的我是覺得用意很蠻奇怪的 如果你說一拳超人 可能是拿來去做一些 把這種阿薩斯龍的黏人角色去打走 可是你把敵法這種角色 或是義務兵打得更遠 感覺是在救人阿 對阿 看一下現在畫面上的是 兩邊 DPS位 就近刺位 Goku跟H82 哇 這個 剛剛那場 目瞪口呆 確實剛剛那一招蠻新奇的 對 那邊的話 感覺他們套路好硬阿 尤其是那個閃光 只能丟一個脈衝炸彈 可是又被一個莉莉給製滿 他根本完全束手不測 最主要來講 我覺得好像也是 男人一直被DVA給做一個減傷 然後他的輸出沒有辦法打出來 所以我們剛才都沒有 欸不是男人 欸是男人嗎 我突然突然有點忘記他是誰了 沒關係阿怪我找你累了 我真的 真的 我找你累了 我也累了 我 我真的只能說 選角選的好事 聽快點為師 我覺得有時候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 就感覺會點一些很奇怪的大招 我真的覺得那個大招 我沒辦法理解 我跟你講阿 我這個人是這樣子 就是我支持一個隊伍就會知道 我 雖然說現在Tempester 1比0落後 但我相信 我相信 他們還是可以擊敗ROR團T的 好不好 但是我還是覺得 其實我現在是 現在是我是這麼想的阿 可是你剛剛怎麼好像 我現在是這麼想的 不管誰贏都好 2比0就好 好不好 這個我也同意阿 2比0就好 OKOKOK 可是我覺得 我建議你還是先 先站到那個 T...那個Tempest這邊好了 我怕等一下你的奶量 又神秘的力量 又不太顯現出來 感覺好像 慢慢的出來了 是你的感覺 不是我的感覺喔 是你的FU 不要牽托我 我怎麼感覺奶量顯現出來了 對 對 不干我的事好不好 好 觀眾有目共睹 好不好 都是你不是我 好 然後就OK 這個事情我來 我來過 你扛好不好 你扛 OK那我們來看一下 等一下的地圖 因為很關鍵喔 剛剛是由這個 ROR團T先選的核武戰地 確實 喔這個打的Tempester 措手不及 因為估計他人都沒有想到 哇這一個組成 這麼有實力喔 對 而且 只能說 這個 我覺得 真的 我覺得有一部分原因 真的在穆拉丁 他事物真的很多 跳進去 他又點那個大招 我怎麼感覺 很多原因都是在 那個穆拉丁的身上 真奇怪 對 我真的覺得洪空龍還是去玩他的 刺客衛虎比較好啦 還是讓San來玩他的這個 穆拉丁 因為我剛剛想 奇怪為什麼會讓San去玩 去玩閃光 不是說San玩的不好 是 我覺得San本來就是 坦克 就是他的穆拉丁本來就是有夠強的 對 你既然不讓San去發揮他的坦克衛 把他讓洪空龍 洪空龍玩刺客衛有時候就戳戳的 他有時候也是會 莫不想要刺客衛 莫不想要去送阿 對啊 所以我覺得剛剛真的是 幾波會戰啦 穆拉丁都還蠻神奇的 他可能把穆拉丁當刺客在那邊玩 但你這個機 也是蠻高的耶 看他這樣玩的話 好啦那這邊 我是希望就是 其實我覺得剛剛這場有 算是有大寶眼福啦 因為 其實我們看Blast Kong 就是要看這種東西 因為 看一些比較特別的戰術嗎 對我們 喔 這個是 永恆戰場 永恆戰場 這個地圖要不要 一看 我覺得一看本皮革來講 一定又是麥迪文阿 對 好那這邊來看一下 我覺得應該是要稍微 做一點轉換阿 對我覺得 可能等一下應該 真的就是賽要去打坦克 他再不打我真的覺得不好說 我就有一個不好預感 我就覺得Raw 20要開招 我就覺得他還有一些東西藏著 你知道嗎 歐美 什麼東西最多 招最多 他們有一堆特別的 的東西可以來獻給韓國隊喔 對因為其實 韓國隊有點愛玩裝備流啦 就是 像剛才那個 賞關加塔薩拉 雖然是很強沒有錯 但是有時候就是會被一些 比較奇葩的陣容 然後給打坡 我跟你講這種就是一種心理戰 我們套一句心態 比如說第一場放個大招 喔先殺個你7分 嗯 我現在我看 Hamster 真的抖翻天了 他現在要不要BAN什麼 又不能BAN 又不能放麥迪文 還是要BAN 還是要BAN 這給尊重阿 真的不BAN 我跟你講今天Raw 20從頭到尾都被BAN 麥迪文阿 不開玩笑 這邊的話 感覺他應該可以先搶一隻輔助 我覺得他搶了一個無色 我是覺得無色 有必要這麼早去拿嗎 我也覺得有點太早拿了 但是我跟你講Raw 20好不好 他們拿腳 他們的選角是有理由的 有他們的想法 我跟你講 我們亞洲這邊的人就是太老實 好不好 想拿什麼就先亮出來了 我覺得 Temex這邊的話 他們應該會拿葛雷麥 我覺得Temex的Lockdown的葛雷麥 人精 是玩得不錯的 嗯 我覺得 不會那麼早拿 感覺啦 感覺 這是一種FU 我覺得這一張圖 雷加 再張圖其實蠻有影響力的 雙電盾 雙電盾吃不休著 然後配了桑雅 雷加桑雅 以韓國隊套路一定會先拿兩 先拿一個裝備 我覺得他們的裝備 欸這邊 桑雅加牛頭 喔桑雅ETC 這拿的也是還行 但是 藏了一手輔助喔 欸藏了輔助跟後排 那這邊你看Raw 20要怎麼做選擇 第一手拿無色其實還蠻奇怪的 因為其實現在第一回合要拿無色 嘖 我覺得拿奧利還比較幸福啦 但是 這邊既然拿無色其實 感覺上 有意思喔 有意思 我是覺得這邊的話 他可以先搶一些西西 畢竟三亞這個角色 他比較怕西西這種東西 他讓他旋轉轉不起來 根本沒有辦法做傷害量 那我覺得拿 木拉丁這種角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至於後排的話 我是覺得可以補一些爆發比較高的 現在其實因為Raw 20他們的 畢竟我們對他們也沒有到非常了解 所以他們有很多東西其實是藏起來的 第一手拿無色其實就會讓人家聞到 怪怪的味道啦 看他們後面的角色怎麼選 所以這場第一把也會有可能再次拿出來也不一定 那這邊就要看原始加黎敏 原始加黎敏 欸這怎麼突然拿的有一點 他這個陣容其實是可以啦 但是 是要拿是要拿 這個meta感覺不太像是這種陣容啦 他 這樣 木拉丁 呃他這樣能扛主坦是木拉丁欸 啊 對方有可能會ban你木拉丁啊 他ban了木拉丁其實 他應該會去選一個 泰爾或喬安娜這種類型的 對也是像喬安娜嘛 對不對那 他這種拿法 有點難打雙斧欸 我覺得他打 我覺得他這樣子 二前二後吧 感覺就是要變成 真的要有一個主坦 我覺得他的主坦一定要看得出 而且他的主坦我覺得一定必須得 要有一個CC 不然我覺得這三亞沒有辦法去處理掉 以敏 這個 Rule20這邊有一個好事就是 他怎麼打Boss比較快啊 好這邊 ban了這個中二吼 好 好那來看一下這一手如果 Rule20要怎麼ban對方 對方的輔助還沒有亮出來 我覺得這一手 其實可以考慮ban雷加啦 我覺得ban雷加還不錯 我覺得他們這一手 可能會ban露西歐 我覺得 我覺得 Temmess這邊的話 可能有機會去拿一個露西歐 我覺得露西歐其實是一個 克原始點還不錯的一個英雄 我覺得其實 原始拔到的時候 如果你的 如果你的露西歐大招也可以開得出來 其實可以擋三波大劍 這邊ban柯拉星 我覺得這個ban柯拉星 其實 我是覺得 如果是我的話 我不會ban這個 我裡面ban麻法 我也不ban這一隻 我覺得這邊ban 我個人是覺得 ban雷加比ban柯拉星好啦 我自己是這麼想的 因為這張地圖 有那場 雷加雙天盾 又搭桑亞 其實 Ban 柯拉星是 不太懂 對 這邊的話 他還是會選擇去拿雷加去配桑亞嗎 但是我自己覺得應該是不會啦 我自己覺得是不會啦 我覺得Rule20這邊 應該會再拿一個輔助 然後 配合一個硬坦 那個坦 可能就是傷亡或者是 或者是喬安娜 或者是喬安娜 選一個 我猜可能是麻法 麻法再來是那個 狼人葛雷麥爾 你說 你說TAMOS嗎 葛雷麥爾會選啦 但是麻法 我覺得我持保留太多 因為我覺得 這個麻法 拿出來 要嘛就客源 要嘛就是對面 他八成覺得說 對面一定是拿一個 木拉丁 那我再選一個麻法 跳過來 至少給你一個沉默 會讓他們後排壓力 比較減少 因為你畢竟拿了狼人 這樣子的話會變成說 牛頭跟三亞全都是壓前 那就是要打 打深一點 哇這個是安娜跟亮翼 安娜跟亮翼 哇這一手我覺得拿得不錯喔 為什麼 為什麼我覺得這手拿得不錯 第一個 剛不是說會拿雙斧嗎 雙斧其實 亮翼 不管 其實安娜也是可以配 配 也只是要夠準 只要夠準 然後 亮翼其實 蠻克制 蠻克制 蠻克制原式的 亮翼算是蠻克制原式 但是我覺得 他這個陣容來講 奶量真的很高 我覺得前期 贏的幾率真的還蠻高 畢竟奶量高 而且會讓黎敏 跟原式的輸出量 有點不太好打出來 對 而且其實 Tempest這一手 我覺得拿得真的蠻不錯的 因為 其實安娜 安娜其實跟桑雅還蠻搭的 好這邊 最後選了穆拉丁 跟這個 澤拉圖 我覺得這邊是變招 我個人覺得這邊是變招 我 我原本以為 我原本以為 Rotanty這邊 那個輔助 可能會選擇亮翼 或者是 呃 我原本是沒有想到 沒有考慮到安娜這個選項 但是我覺得原本以為 他可能是亮翼 這樣子 結果沒想到 哇 Tempest這一手拿了 亮翼跟 安娜 我都覺得跟桑雅還不錯 那你目前這樣看起來哪一個正很好 你目前這樣看 我要看他最後手拿什麼 這最後手還蠻關鍵的 我覺得 我覺得最後手 我覺得可以不用看 我真的覺得 這Rotanty已經 已經贏了一半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看到這個 澤拉圖一出出來 然後又加一個原式 我覺得 再加一個穆拉丁 這個後排真的很難活著 我覺得 Tempest這邊的後排很難活 就算學了一個翡翠之風 一個虛空牢獄 只要關得好 其實很容易贏 這就是要看他們 Rotanty這邊怎麼去 撐到這個10級 畢竟Tempest這邊的話 他們的10等級之前 會上級的很好打 那你說 你是說Rotanty9E開嗎 我真的覺得9E了 我覺得他目前來講 你看就算他去選了一個後排 我覺得他也不好打 然後多前排 最後選了 亞塔尼斯 這一個應該是H8選的 對 這個亞塔尼斯 選來可能就是 只能用一個E型換位 換過來打一套 你確定是9E開嗎 我真的覺得9E開 你相信我 喔 我覺得等一下應該是9E 我還是要直 你說Rotanty對不對 對 一定9E 9E 我跟妳講我這次會跟妳好不好 那為什麼呢 不是因為對我來講 誰贏都行2比0就好 喔喔喔喔 我跟妳行 喔喔喔 OKOKOK 誰贏都行2比0就好 我不奢求好不好 我不奢求 對 那其實這一個陣子也是蠻有趣的啦 對 那其實我覺得像 呃 我們直接從這 我們來做分析好了 呃 如果後面那一首 安娜跟亮翼被搶的那一瞬間 其實 他們這邊選出 澤拉圖跟穆拉丁 穆拉丁我就覺得是可奇的 因為他需要一個 站得住的坦克 那選澤拉圖來講的話 澤拉圖打安娜 蠻好打的 安娜 安娜很怕被澤拉 因為他沒有什麼位移技 其實這個 他這一手補澤拉圖 我們都突然忘記 這個 這個版本澤拉圖比較弱一點 大家都有點遺忘他 他這一手選了一個澤拉圖 感覺 很好去處理 對面這個Tempest這邊的陣容 這邊的陣容來講 為什麼Tempest不拿後排 而跑去拿一個牙坦 就是因為看到一個澤拉圖 他只要後排被關住 他的 他們的爆發其實是會出不來 那相較之下他們如果拿的全都是前排 這邊翡翠之鋒搭配前排 一波打一套 是會比拿後排來的好一點 是的 那我自己內心的支持是 Tempest Tempest 因為我還是覺得他們 應該比較 比對方強一點 但是 真的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 歐美隊他們 畢竟他們的Meta 是比較 說真的啦 他們尋找策略是比較成功的 其實 韓國隊伍的意思 其實不只韓國隊伍 我剛剛看到一個 九 九十二趴跟八趴的數字 哇真的是九一開耶 真的就是九一了 哇 等一下我怕那個 會不會我哪一個 那九十二趴的人全死了 九一開 呃這邊可能觀眾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因為我們這邊有看到那現場畫面 下面有個投票 呃 觀眾的投票是 R20 九十二趴勝率 然後 TEMPEST 八趴勝率 齁 真的是九一開 真的就是九一開 我真的覺得 這一首 子拉圖真的選得漂亮 而且阿 講白一點其實就是TEMPEST 他的雙輔助 安娜選得好像有點太快 我覺得他剛剛如果那一首 不要太快出來 我覺得你後面可能 看到那個人不是子拉圖 可能是另外幾隻 那你後面可能會比較好過一點 對 其實我覺得他這邊 後面最後拿那個 亞坦尼斯在這張地圖 其實真的蠻強的啦 那 可是我覺得他亞坦尼斯為什麼要出到最後呢 為什麼不把安娜這一首換成亞坦尼斯 會 沒有吧 因為他不拿安娜對方會拿 會 他 應該也不太可能一定吧 我覺得 可能會拿 對 那時候輔助有兩個選項 呃 跟 元氏還有那個 那個誰 那個 李敏 李敏 對 那主要是元氏為主 因為元氏套奈米強嗎 或者是 李敏奈米強嗎 都很強 對都有點實力的 所以 這首可能 有可能是亮一 不然就是黎敏 就是安娜 所以剛剛的 Tempester他們是選擇 搶對方安娜 然後亮一拿了以後 是可以 對付元氏的 可是我覺得 你如果現在搶安娜 就是像現在這種狀況 有點尷尬了 好那現在 關鍵的 第二場比賽開始了 這邊目前是Raw 20 1比0領先Tempester 那這場非常關鍵 因為是聽牌局 Raw 20 只要贏下這一場 就確定擊敗了 Tempester 晉級到 下一輪賽事 那難道 以往傳統 以往的傳統 韓國的三個隊友 基本上都可以晉級到 最後的八強 沒想到這一次 有可能面臨淘汰的危機 好那現在比賽已經開始了 來看一下 介紹選手地圖右邊 紅方 Tempester 那Lockdown選擇亮一賽 則是選擇ETC HKL則是選擇桑亞 H82 則是選擇這個亞塔尼斯 上面這邊 來看一下第一個 來 開始先換塔 好不過第一時間 桑亞跟Lockdown 都在上面做支援 這塔打到一半還可以接受 這邊的話我覺得 Tempester這邊的話 前期優勢還是稍微比較大一點 畢竟他前期配合牛頭再加亮一套 其實傷害是有 算是高的 這邊感覺 哇這個三亞好像有點打太深 而且被穆拉丁控制住了一下 有沒有機會帶走 還好牛頭能滑來一下 反而打 安娜的單體補夠準 是很有實力的 好這邊 先拿到一波擊殺 好 開場 開場 開場這個殺人頭 就是一種氣勢的展現 對對對 可是其實 氣勢歸氣勢 其實不會落差太大 畢竟一顆頭 哇 剛講完 布拉丁 好這個 沒事沒事 我覺得這邊先壓低 布拉丁還不錯 不過 因為 布拉丁有休息在戰這特性 所以顯然被拉低 還好他可以自己回起來 這邊的話 一定要等到 好 露燈機 這邊一定要等到他10升級 不然這個安娜實在是會 前面會不好抓 而且畢竟 你要抓安娜的話 你會先看到亮衣這一關 那看到這一邊的話 很容易被控制住 喔 這是從後面背後一個落 想要來殺這亞尼斯 這個 我覺得不用硬殺喔 這個如果硬殺的話會更虧 對的 好那ETC在側面 現在從側面準備要來進場嗎 好目前兩個坦哥在互相爭奪 這一個煙霧區喔 好那這邊第一波不休者開啟 那如果在打不休者的情況下 感覺上 這邊 Temmys的打不休者應該會稍微強一點 因為畢竟有 畢竟有H82這個亞塔尼斯喔 好晉升 對這邊還好Q 來這邊做個支援 一個換位換位 換位無射 一個化一個combo 想要一波爆發 打不掉無射嗎 無射一個來起 進場 傷害的傷害有點 傷害的血量有點慘 往後做個拉側 這邊的話感覺 我覺得黎敏可以慢慢去消耗這個POSE的血量 對好這邊是阿圖在上面帶一波線 欸這邊木拉丁這邊 木拉丁他點一個休息在 這樣去前面稍微去賣了一下血量 去拖一下時間 然後黎敏這邊的話也來支援 欸這邊的話 原是一定要過來 而且安娜位置不是說特別好 亮一飛了一下安娜 這邊還是繼續做一個拉扯 對的 哇這個原是變成滑道 感覺被一波帶走 這應該直接收掉囉 那這邊補量感覺很扛不住 這邊害的這個安娜其實蠻準的欸 他的這個Q很準喔 對 每一下都補得扎扎實實 哇那這邊 掉了頭線上4等 TEMPEST這一波 應該是有機會先開不休者 好那這邊要開始RUSH這個不休者 不過下面這個打得挺快 但是 我只能說有桑雅 有尤雅塔尼斯 打不休者就是快 好不好就是快 這邊的話我覺得 如團體這邊的魔量有一點不太夠 需要稍微回補一下狀態 就喝個一點純水再回來我覺得是比較好 哇這邊要互拼 互拼太浮誇了喔 這邊的話只放一個雅塔尼斯去換 然後這邊的話 稍全部四個人去回首 那雅塔尼斯一個人 多不休者都爆快 喔不開玩笑 這邊的話 紫拉圖一定要去抓安娜的位置 可是抓完的時候 可能亮意會先騙牙再牛頭滑一套 所以這邊的話 一定要跟穆拉丁去做一個搭配 喔這個三 黎米是OM的狀況 這個 這個感覺好像要讓了 要讓了要讓了 好 不過這邊雅塔尼斯的魔量有點殘 不過這邊應該是確定拿下這一隻不休者了 但 哇這個 問拉丁還是去賣一下血量 對的 其實這邊的話 復休者有消到一定的血量 其實對入團體來講是 比較好 比較安心一點啦 畢竟他們的十等級會上是比較強勢一點 他們只要前期有穩住 那後面其實都是很好打的 哇安娜的skin還蠻帥的 這個還蠻帥的 好這一個睡眠鍵沒有中 好沒關係 這邊先推 至少拿兩塔喔 把經驗值拉開 好下面亮意在對哲拉圖 不過哲拉圖抓了機會去下面偷兩個塔 導致說現在經驗值其實還是在平盤喔 對這邊的話 要想辦法再繼續 慢慢的去消磨這個不休者 但是雅塔尼斯應該不會讓你這麼好去消化 應該會用 欸等等這一個塔如果掉的話就有點虧了喔 好曬這次從上面進場要有點小心 想 想強開嗎我覺得不好吧 應該不會 扎圖沒有在應該是不會來打 對這邊的話我覺得強開其實是有一點不太好的 他如果真的要強開的話 我覺得他在不休止的在半條血的時候就該開了 可以這邊的話去開一下傭兵 去帶一下先 這邊的話如果找一點機會 看對面想進來先換位置 再加牛頭滑這個combo是比較漂亮的 呃我覺得剛剛RORO TRANTY這邊 原始在下路有可能有想要抓這個亮翼喔 不過 畢竟他是LUCKDOWN玩的啦 我覺得 要抓LUCKDOWN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喔 好這邊 可以看到RORO TRANTY的地圖控制不錯 木阿丁一直在中間的煙護去徘徊 然後原始在 幾乎都是他們在空土 好這邊一波牆逼 全部兩個人往上做一波夾擊 哇這個三塔這樣就被帶掉 喔進來 現在這位置還可以還可以 好 欸這三兩位置不是很好 這個血量 原始有個危險又是好摳鬧 哎呀直接拉掉 不過應該可以完美的拉側 可以接受 還好塔還在 欸雖然剩一滴 對這舊的還蠻不錯的 對這舊的還蠻不錯的 這邊的話 感覺木拉丁稍微去前面探一下視野區 那這邊 感覺開了傭兵 任務也差不多 開完應該傭兵也差不多 欸POSE應該就要開了 剛剛其實 原本 TEMPS應該是有機會打掉上面那個塔 剛剛 可是虹空的剛剛位置太糟糕了喔 而且血量掉有點多 被迫 亮翼要飛他 然後又要拉側 有點可惜 好這邊來看的話 RORO TRANTY還有一個 一點點經驗值領先 這時候這一波不休者開啟 那雙方都如期的去吃掉這一組傭兵 我在莫名牆 其實RORO TRANTY 在輸一波不休者情況下 經驗值還領先 你就知道他們在 地圖上的線的控制 其實做得非常優異 這邊的話 不休者開啟來 雙方第一波 任務應該都會先互相交換 然後第二波的話 可能就會打很拖延的戰術了 好這邊應該沒有意外 雙方都是先選擇 把這個不休者血量摩殘 不過這邊可以看到 第一波 是由這個 RORO TRANTY打的比較多一點 這邊的話 就要想辦法 先讓黎敏去做一些poke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 如果你現在黎敏不去做poke的話 其實後面真的會很難打 唉唷 我這想要換原是 原是一個跳躍 往後做一個拉扯 這個時候應該有 折拉圖稍微去清了一下 上路的傭兵 對 好 這邊量力持續在下面 來做一波 折拉圖上面已經把 那一組砂板清掉 目前雙方經驗值差不多 喔 這邊在地圖中間跳恰恰 這個黎敏怎麼不會 稍微去丟個球去丟一下poke血量呢 害怕好嗎 害怕 他有點怕 對 好這邊一個W 這個應該差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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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我覺得這一波可以喔 牛頭空Q喔 哇這邊一個包圍 一個換到對方的折拉圖 折拉圖想說 欸怎麼會換到我呢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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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行 又是再次拉扯 不過這邊 ROTANY一個小幅的經驗值領先喔 那這邊折拉圖則是從側面 想要遠慘一半 好 那這邊lockdown持續在地圖收線 這邊的話 又回到有點平局的狀況了 又是要重新再去騙一些技能出來 這邊的話 三亞先進來了 我們拉拉丁的錘子沒有錘到 喔這邊想要直接拚喔 欸可位子不是很好 欸這個安娜 抓到要來抓安娜 哇可是給我罰的這邊 一個字條鳥殺掉對方的折拉圖 哇這一瞬間的技能角度非常漂亮 那這邊直接上了一個圖路 想要做一個拉城 這邊上網直接一個跳躍拉掉 那第一波不休的拚搶 最後是由Temus拿到這一波不休的 我只能說剛剛那邊的話 子拉圖這邊是直接一進去 就直接被受了牛頭人一套威力滑行 直接滑過去就被帶走 我覺得最主要來講就是 子拉圖剛才是直接開一瞬進去 為了去抓這個安娜 他是把位移技給繳了 那這邊的話又被 牛頭威力滑行滑到 直接帶走 我覺得剛剛真的不開玩笑 是Lockdown跟Sign的神反應 這兩個的配合 第一時間 我剛剛沒有看到 不知道是誰 喔這個換到了 哇這個極限換位 不開玩笑喔 哇牛頭真的跳舞 還好有地盤斷 被斷掉 不過這個虛空牢獄 欸這邊原是拔刀開多 但是因為虛空牢獄的關係 可以這一波 翡翠之風開得很好 對糟糕 哇這邊又無敵 哇原是吃了所有的 阿娜有沒有機會 阿娜還沒有死 阿圖先被收掉 那這原是要 感覺上原是要開多了嗎 沒有 好這邊 哇這一波拉打打得真是漂亮 哇剛剛原是其實吃了大量的資源 但是其實沒有收到任何原 而且阿娜基本上一開始就被擊火 到最後一顆都沒有死喔 哇這個 哇這一波喔 真的 哇這邊的話 感覺內塔是會掉的 畢竟黎米現在狀 狀態也是很差的 這個 好那這邊感覺上也就會帶到這個 這個內塔 欸剛剛 哇剛剛桑亞爾 這是極限的巨竹之毛 Q到黎敏喔 黎敏的血量所以拉得有點低 好這波直接放 直接追擊喔 哇那這一波不許 大獲勝 哇這年頭你有沒有看到 這木拉丁又點了什麼 我又看到又是一個一拳超 的木拉丁了 這年頭的木拉丁都點這個天幕嗎 這兩個隊伍是怎樣 喔我說真的 剛剛那一波其實阿 弱團體的虛空牢已經做得還不錯 對還不錯喔但是 重點喔重點是 我剛剛看到的是我覺得 Sign這個 ETC寶牌太給力了 太給力了 然後 還有Lockdown Lockdown走位其實很貼轉 很貼轉 他剛剛也是差一點點被原始收掉 那 那主要是這兩個禁式基本上被量益還有 牛的C完全的counter 所以他們剛剛其實蠻難發揮的啦 不過不能 不過還是要稍微說一下就是剛剛 第一時間 不管是安娜的走位還有 Sign的牛頭 跟這個Lockdown的量益其實已經發揮非常好 不然其實剛剛那波狀態是有可能先倒的 對其實大家最主要來講那一招翡翠之鋒其實已經打到四個人 那四個人是已經有被肥蘇中彈到 然後讓Tempest這邊拉了一點位置 那在這邊的話 黎米是為了 欸澤拉圖是為了想要去做一些強輸出 結果 去被控制器控到也是直接被帶走 好那這邊 就像剛剛阿怪講的嘛 他說9-1開嘛 對現在 9-1 打了打了好就變成19開了 這鷹霸的魅力就是 你不要學我的詞好嗎 真的這時候就要拿你的 你怎麼可以拿我的詞來講呢 這個時候真的就是這樣 還沒遊戲還沒結束 都不好說 你要有一點點自己的風格好不好 不要把我的詞偷走 你的詞真是好用阿 在感覺每一個 每一個產都感覺好像有機會可以贏 欸真是的 好沒關係 這邊抓到 這個時間點 剛好吃一下這一組傭兵 然後開啟第三波不休者 上面的 黃空龍也應該也可以吃掉這一組傭兵 然後順勢去收這個不休者 現在目前是三打十二一個天賦上的領先 哇這邊的話讓你飛下來了 這邊子阿圖目前還在下路 這邊只能稍微去做一些poke 這邊要小心牛頭 畢竟三亞矮精到側邊 隨時可以 想抓人就抓人 這邊的話應該會先讓亞塔尼斯做一個範圍 在牛頭再接一個範圍 這邊來看一下喔 目前拉圖的位置他們應該有發現 亞塔尼斯血量有點慘 不過阿娜這邊不停的奶喔 那這邊應該先把血量稍微拉回一點點 因為目前來講 呃... 路團體會比較忌憚對方的 這個亞塔尼斯去切這個不休者喔 好 所以TEMPES這個隊伍來講 都是依賴這個亞塔尼斯先換位置 然後對面可能會想要去救那個人 再牛頭再接一個combo滑 這樣子的話 TEMPES陣容會是發揮的會比較好 呃... 這邊ETT的位置不是很好喔 賽亞血量不過第一時間 HIDE跟Lockdown的輔助 把賽亞血量拉起來喔 側面上一個花圍 那很可惜 沒有換到對方的靈敏 欸這個一拳起開可是... 好 澤拉圖的這個也沒丟到技能 這個有點尷尬 雙方目前的拉扯做的是蠻到位的喔 那...只是剛剛不休者 被Rush到的血量有點多 那這一波可能有危險 這一波三亞大招已經是結束了喔 這一波其實要打... 好 看他想換誰 想換誰就換誰喔 好 這邊應該又直接Rush掉了 好 這邊... 這邊Rush掉就是開這號角 喔他在那邊抓到了 欸... 可是太多東西在口等你 欸這波翡翠之風開找了 欸等等 哇這一個要單殺對方的 可是我...哇我這邊... 唱歌唱到了兩個人 這邊的話給了一個無敵 直接去殺了安娜 哇這一波Raw 20 反打打打 非常棒 一個漂亮的虛空牢獄控制住了 但是這邊H8要開神了嗎 收掉對方的原始 那這邊二次換位 哇牛頭的感覺 這邊要來呼喚啦 插一下開朵 不行不行這波 感覺對蘆湯底不太好 我覺得得拉掉 而且這邊的話 Boss是給Temex這邊拿到了 而且這個Boss血量還真多 哇這邊H8要開殺 再安娜死掉的情況下 一個人 她剛剛其實有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她剛剛差點單殺對方的黎明 哇 可惜被無射奶了一口 這邊的話 不然他可以直接帶走的 這一波其實 打起來二換二嘛 但是因為不休者在毫無阻了 很希望他推到上塔 所以這波嚴格說起來其實是Tempest 很賺喔 你看在這個時間點 要16打4了 兩個內塔都掉了 這個兵線上是一個極度的劣勢 這樣的話目前 其實Rutonky 劣勢局真的是很大 第一個他兵線有壓力 第二個是上16 準備是Tempest這邊 那這邊的話他們 離上16等還有太久 這邊的話只能去強調一個 就是虛空牢獄真的一定要去配合的非常的好 剛剛那邊其實每次都是被對面的人一換一換走 那有點虧 好那這邊 Tempest先上到16等喔 這邊4打 16打14 基本上這邊可以各自 呃 永無直接去入侵了 我覺得可以去入侵對方這一組也 對去看一下 因為畢竟對方現在對於Rutonky來講 他們這個兵線真的是太糟糕了 這個他們太難打了 好原始一個跳躍過槍 這邊的話是15打16 這邊的話就看Rutonky這邊 要不要拉到16等再去決定開個會場 但是我覺得Tempest應該是不會讓你 這麼輕易的拉到16的 對啊但我我是覺得這個優勢是還蠻大的喔 只是經歷過去年春季賽 一樣是播Tempest的隊伍 我已經不敢再 往下判斷了 好不好 當初他們 打MVP break 18打15 欸 18打20 而且18那邊4個人 打贏25個人 我都醉了 所以我現在看這個局勢 狗頭人很猛的 這個16等很強的原因是因為 澤拉圖這邊的話 他的W傷害已經變很高 他有足以可以去 去殺安娜的能力喔 這邊安娜的話其實現在 他自保能力其實是不是很好 那這邊就是 看原始跟澤拉圖的一波打法 可不可以直接把安娜給帶走 現在應該只要兩個人 就可以帶走一個安娜喔 這邊雙方互相在拚這不久的速度其實都 雙方都蠻快的 喔 反而是這邊 是 RT打得更快一點點欸 好 這邊的話 黎敏的火力也是已經出來了 這邊 欸 木拉丁跳進去 然後這邊的話 錘出來還蠻好的 喔 安娜的血量有點慘 哇 原始拔又開剁 哇 這一波交戰雙方一換一 不過原始要來採血收割了 這個容易穩制 哇 哇 真的喔 對方的這個 ETC 大成一個一換四 剛剛那個木拉丁開戰開得真漂亮 他剛剛一個一拳操的是 直接 打到一個人 然後穿到三個人身上 這個真的是開得非常好 哇 我好險 好險這個 剛剛我沒有亂下判斷 等一下那個風又倒到 還好啊 我還是很支持路上體欸 好險我剛剛一個忍住 我剛剛差點要說 那個16打 16打15 兩路內保不掉 這要怎麼輸 怎麼講出來 等一下這一波打出來 我把鍋順在我身上 誰受得了 好險不干我吃 不干我吃 這一波真的是打得漂亮喔 我只能說 這個路上體這邊 16等跟10暗的陣容 這個傷害量差了很多 畢竟哲拉圖起來的時候 黎敏的雙Q 就是他的16等天賦 會再多兩個Q 這樣子的話 傷害會變得更高 那原始的話 也是傷害都變很高的東西 這邊安娜是很難被存活住的 那這邊的話 感覺Boss血量是還不錯的 只要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開不了吧 我覺得現在這個Boss血量太 這波 可以嘗試開啊 等於是來啊 這就是等於是來啊 對我覺得 欸糟糕糕糕糕糕 這個有點危險 安娜 安娜被一隻的Boss限制走位 唉唉 這邊的話我覺得要拉 不行了 我覺得這邊不行了 哇 雙方大招互換喔 大招互換 我覺得剛剛這邊 有一點點 有一點配合度 不太好 這邊的話 虛攻勞育關了主塔 跟兩個人 那這邊的話 安娜這邊是沒有人去抓 阿圖剛剛已經把技能丟到 身上 然後沒有去順過去打安娜 不過接下來的兵線真的很難打 你看等一下 時不時上下路就 兩次來泡車 進去 不得了喔 好那這邊 其實現在來講 我跟你講這靈米就擺明要被換 喔我剛剛差一點點 CMES這邊的話 就是只能依照 一直去推兵線 讓兵線的壓力進去 然後他逼他們去回手 然後去做一個武打式 至少他們這樣子會比較好 如果現在他們去幹正面的話 他絕對會去輸盧團體這一隊的 盧團體這邊的話 傷害已經起來了 你這邊安娜要活著 實在是非常的困難 而且這邊還有元氏拔刀加烏射 這邊傷害量實在是變得很高 好那這邊來看一下喔 這個 上下路兩個傭兵 是可以嘗試去做一個進逼的喔 那來看有沒有機會 來做一個 擊殺 但喔這個好眼力耶 真的血倫眼 他剛剛想換拉圖 拉圖一個 感覺不太對勁喔 就直接先叫閃線跑 好這邊等待下一波不休者 好剩30秒 下一波不休者開啟 哇這個 這個兵線真的是很防 畢竟李敏清兵線 不是很快的一隻角色 這邊要退了吧 這邊趕快 還想要哇 還想偷這一組野 哇這一組野要小心喔 要小心喔 這一組野可能是一個關鍵 不過應該打蠻快的 還行還行打蠻快的 這邊的話 偷到一組傭兵 只要圖這邊的話 稍微去探一下視野 可是我覺得他不要探太深 畢竟這個時候探太深 你也沒隊友 對你也沒什麼好處 這邊的話 我覺得要找機會開戰 其實現在TMS這邊一直在拖時間 那只要拖到他自己隊伍的小兵進去的時候 他再跟你 去打架 這是對他們來講是最好的 兵線有壓力 對 讓他們逼一個人去回手 讓他們多增加了一點 勝算 勝算的機率 沒錯喔 這邊主要是兵線阿 這張力圖兵線真的是太給力了 如果你為了去這麼不休者 你變成極差窮 下進天後可能 被砲車去攻擊核心喔 對而且重點是 你可能就拿到一個BOSS 你還要逼著去回手 喔這個換位沒換到任何東西 但這邊 有點危險 這個傷害直接半血 哇還往前做BBB H8的這個亞塔尼斯真的很兇阿 這邊 這邊紫哈圖 跟桑拉雅馳做的交換血 可是這波 亞塔尼斯已經把刀交到紫哈圖身上 哇 原始又拔刀開多 亞塔尼斯被原始一刀帶走 哇 這邊是一個1換0 糟糕了 我覺得這邊要風箱開起來 原始拔刀開多 訊 訊息連刷1換4 0換4 三亞只能用命去拖時間了 唉呀我去看H8剛剛 吃太多招了 跟桑拉在側面 這邊的話我覺得 可以先派一個人先回手 然後其他人去打 哇 糟糕了 要翻了嗎 哇 你不好說遊戲還沒結束阿 等一下還有一波阿 等一下會不會變1比1啦 哇這不得了耶 這一波打的真是 不是 剛剛其實H8賣了太多血了 這邊的話 嘖 其實講真的後期 就是 剛剛澤拉圖在打三亞 在上面打三亞的時候 其實已經被騙了很多技能 再加亞塔尼斯還丟了一個大招 去打一個澤拉圖 我覺得那邊有點虧 你簡直會把太多技能 繳到他身上了 哇這一波打的真是猛 真是猛 這邊剛才原始一個進場開秀 這邊是直接把 直接把亮翼給殺 直接剛才亮翼大招開的 也不是說特別的好 沒有剛剛其實就是 說出來就是H8吃太多招了 那個血量沒有拿起來 原始 而且重點是他們明明 第一時間想要抓原始 但是原始沒有 沒有被抓到 而且第一時間無敵 套了拔刀開 這時候 H8的壓力實在太慘了 而且 而且他們的位子 真的黏得太死了 原始一拔刀是4個都直接砍 而且吸吸也都繳掉了 這邊的話 哇 撲球者血量有點慢 我覺得這有可能會造成一波GG 我覺得這個塔 呃 目前TEMPEST還有一波輸的機會 他們只能再輸一波 對 他們現在有點難打 欸你看 我覺得 他們怕的要死你知道嗎 他們怕的要死 全部內縮 把塔給你 反正 不要輸塔內就好了 然後那個 露團體這邊以為你在偷塔 他 他也一直你看 也不想去推塔 他就以為怕你要偷 他也沒看到人 哇 這邊的話 三亞已經露出頭 應該差不多每個都要過來了 好每個都要禁閉了 這時候的BOSS BOSS 不休者血量還很多 哇這個欲發者 射起來 有點痛好 哇這好長喔 這邊的話 感覺三亞 稍微去前面吃了一些技能 哇 可是這波BOSS還有機會打 哇 直接一個換到欲發者 好 不過這個關還行 原始拔刀開座 H8 扛不住了 直接被秒殺 之前有開除了這個光速 但是 這邊已經有點危險 感覺到一波倒了嗎 原始還在墮 這邊 不給機會喔 招架開啟 隆一文字還在 還在拔 哇 預發者開啟 這邊要直接Rush 這一個核心了 那這邊側面的這一個 原始血量有點殘 揍得掉嗎 感覺到他被射死了 感覺到他被射死了 欸 剩下45% 應該還可以 還有三個開除了 預發者還在噴 現在25% 20% 23% 28% 28% 哇 這個 哇 預發者被射死了 這穩了 贏了 竟然贏了 哇 Temus 竟然 成為了第一個 被淘汰的韓國隊 哇 這個 預發者剛剛從頭噴到尾 哇 這個 Row 20 超開心 他原本前期被壓著打 自從到了16等 整個是變了一個人 其實剛剛一開始最主要來講 恩 就是傷害量不太夠去抓掉這隻安娜 這隻安娜其實在前期的時候 他也是有一點血量 再加上量也有在保護他 打一套基本上 不太好 而且 後期到16等的時候 只要元氏跟子拉圖一起做搭配 其實很好去秒掉一個安娜 喔 我覺得這兩路上真的打得好 真的打得好 在極度劣勢的情況下 連續打贏三波會戰 對這個不開玩笑喔 而且最主要來講 其實他們的 處理經驗這條步 處理經驗這邊 處理得很好 對 不過其實講真的 你正常講被打一等等差的時候 有些人可能會吸那一封我也想去撈經驗 剛才看到temis也一直在蹲 他們有時候就是 欸看到你不出來 我也不吸這個 不吸這條經驗了 哇我真的說後期阿 上16等絕對是一個非常大的關鍵 紫拉圖的報告上還出來 有在配合元氏的 容易文字跟訊息的路牽 其實真的 給安娜的壓力太大了 對 那 最後那一波戰其實我覺得有一個 我剛用我剛一瞬間看到的東西 就是其實 呃 壓塔尼斯 他其實常常在開戰前戲 就已經被 想要被削減之很低了 對 其實照理說那一個 應該是由1體C去 去稍微去分擔他的傷害 反而是剛 H82的壓塔尼斯打得有點太兇了 對 那剛剛那邊很明顯 一 那一波開戰起來就是壓塔尼斯 又再一次的先被收掉 這邊 你看這邊 已經吃了一波傷害了 他這邊已經真的吃有點多 對 你看他還過去 這邊 進去的時候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要秒元氏 他們想秒元氏 但是元氏 元氏這時候的招架還沒有交 可是這個時候又被 給了一個無敵 被變養了以後 無敵 你看訊息八刀 剁了 剁了那個H82 再一次訊息進場的時候 已經沒有人可以控制元氏了 然後靈敏在幫忙元氏 把血量削減 然後訊息刷兩段 收掉四個人 而且剛剛其實 嗯 怎麼樣講呢 這個ETC去滑了一個三亞 其實只是為了去救這個 雅塔尼斯 可是雅塔尼斯 感覺就是 開了戰了起來 可是就算你開到 他元氏給了一個無敵 你那個血量 一樣是會被帶走 我覺得他這波的話 開得有點太擠了我覺得 對那這邊真的很可惜喔 因為這一場 這一場其實 在前期中期的時候 我只能說 Tempers他們的這個 Sign 跟這個Lockdown 其實表現得非常好喔 多次關鍵的救援 保住的自家安娜喔 然後讓 他們取得不少的優勢 然後也是連下兩三個不休者 在很早的時候 就已經讓對方雙塔 雙內塔都不見了 對 而且他們竟然在雙內塔不見的狀況之下贏了 我覺得最關鍵就是 16等那一波會戰 那一波16等就是剛剛那個 剛剛repell有出來的 就是關鍵性的想要 秒這個元氏 因為已經交了癢 也控制在他身上 嗯 結果沒想到一個漂亮的招架 跟無敵 順勢的把握手 再加上一開始 H82的血量已經被拉了 有一點 已經被打得有點慘了啦 所以 那一邊收割算是一個 最大的轉捩點 對而且剛剛其實 安娜的位置 是補不到雙塔尼斯 就是那一條路 很多人都擋到那個雙塔尼斯的 就是 安娜射不到雙塔尼斯 到他身上 那邊的話 補量是沒辦法傳到雙塔尼斯的 對的 那邊很可惜 我覺得這最後太太 TEMPES在最後那一刻 既然就在 就是因為安娜畢竟已經快 扛不住那一個瞬間的爆發傷害了 對 所以很可惜最後 被這個ROAL202比5擊敗 那也成為了 第一次在暴雪加強化 韓國的三支隊伍 第一次喔 呵呵 在八強的前戲 有一個隊伍離開 韓國通 就是跟以前來講 他們大部分就是韓國隊都是競技 很少在一開始就被殺下來了 對的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ROAL20的採訪喔 Glarong of course 啊 man congratulations what an incredible game that last one wa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korean team's ever been knocked out in a group stage on an international tournament like this one of the first times an NA team has even taken out of korean team how are you feeling right now I've never felt this good in my life I've never felt this good in my life that was the most insane ending to a series ever I can't believe we did it like huge shout out to my team yeah remarkable play obviously the momentum based comp there just started to work in your favor you pulled it out it wa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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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 to watch I've got to ask you though about that first map pick the Warhead Junction pick what gave you guys the confidence that that was gonna work against Tempest when obviously we saw a similar strat happen in group A as well were you just ready to try it out thought you could execute as well what gave you confidence to know you could get that first game so one thing sorry i don't really have much of a voice after that but during midseason brawl we were able to surprise mvp black with a composition that we have practiced and it's very apparent that we had practiced at that time and i think it's sort of a similar storywith Warhead Junction we've had a huge preference for like forcing the boss and forcing keeps down on that map and we kind of didn't really give tempest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that they did as much research on us as they maybe should have so on that map we knew that they would be unprepared for our strategy so we figured it would be like a risk worth taking going to that map for map one and it really did pay off well for us awesome well huge sigh of relief you're gonna be at blizzcon you're gonna be on that stage which is amazing you got a week to prepare how will you guys spend this time how will you make sure you're in your best shape best form for blizzcon i definitely think we didn't show our true potential as a team today so we're gonna spend the next week hopefully preparing against the best teams in the world and trying to improve our play even more because it's been a while since na's been good and i'd like to make a statement that we are good again fantastic man well congratulations once again i'm gonna let you go celebrate with your team thank you for all the great games and guys just like that group c closes out we have two teams gettin on board the blizzcon bus that is dignitas and of course roll20 from n north america they're joining mvp black tempo storm fanatic and team freedom to blizzcon we've got one more group to go that's group d it's gonna go down tomorrow soul torturers spt team expert and ballistics you're not gonna want to miss it same time same place tomorrow 11am pacific twitch.tv slash blizzheroes or over on blizzcon.com on behalf of the cast the crew i've been kevin michael johnson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have a good night 好那今天的比賽已經全部告一段落了 那我跟大家稍微說一下 在第一名喔小組第一名則是有這個 tinditus然後第二名則是有roll20 好來看一下這一波會戰喔 這一波就是非常關鍵的 這應該是第一天今天的第一場會戰啦 對對那這邊這個rockandis 還是有從roll20拿下一小分 一開始還想說欸他們打得蠻不錯的 就從這一場開始他們就掉入了無敵的聖元 對的這個無敵的聖元了 對的 好那這邊則是第二場 ditus對上tempis他們是先掉一分的情況下喔 被浪意追二 我覺得他們今天好慘喔 對阿 他們今天原本是有 這邊贏下這一場其實他們就有機會 小組第一競技喔 對阿這邊真的有點可惜阿 這邊 哇這個義物兵 感覺還是要全EUB已經落後了 哇這個神 感覺還是要全EUB已經落後了 跟這個dba 哇 真是神 好那這邊一波 漂亮的會戰喔 欸不過我記得這場dba最後輸了 對 喔這個漂亮的 這邊就是 這邊就是 他是沒有辦法去做一個跳車 後面就直接被帶了 對的 那這邊 哇 滿滿的蜘蛛鬼雷 就在這一波 哇 散車散不了阿 他差一點點就裝上機甲 這邊真的就 他如果開到 散車散到機甲 這個狀況可能就不一樣阿 對的 好那這邊他們贏下這場 這邊也是 這邊我們剛剛有看到喔 就是Rucandle這個關鍵的 骷髏王 繞到後排 只有一個人出關 一個人掃三個 哇 少了三個 這邊統統進場 收掉對方的卡西亞 那這邊一個零喚二 也是電力這場比賽的勝利喔 這邊其實應該零喚四阿 我記得是死蠻多的 這邊其實骷髏王表情 真的是非常的好阿 這邊骷髏王 哇這骷髏王一個人 殺全部 哇 這個還想跑阿 怎麼可能 這一波破王超得非常給力喔 好 那這一場 贏了以後呢 確定就來跟這個 Rucandle爭奪 哇這邊 這一場覺得是非常經典的 我覺得如果 沒有跟到這場的觀眾 請看一下VOD 喔 真是好 這一個漂亮的地方 一個自爆 這自爆 炸到了閃光 閃光一回溯 一個回溯 又吃了一個自爆 直接死去 那這場紅紅龍 他在坦克一開始就被打到殘血 直接往後做拉撤 喔 這邊桑卡跟 被這個驅逐力場往後做一個阻隔 那這一波 H8也很無奈 直接死掉 洛拉丁一個人被判了同伴 一個人回城 然後這時候 110開起來 5個人直接去強暴這個珠寶喔 好 那這邊覺得是最關鍵的 想要來控制原始 原始吃一個無敵 原始把刀開一盾訓 以及收掉對方 H82 那這邊 靈敏不停的在poke 幫 哇 直接開射 對 兩次訓練習 配了 雜圖 虛攻 灌圖 那 直接收掉對方的量益喔 那這邊真的很可惜 桑牙最後 無影忍遠 一個雜呼 這是要怎麼打 對 這邊真的就是 雜塔尼斯 血量一開始就被拉得太低了 對 你看 這邊可以看到他們 贏了 TEMPEST的時候 非常激動喔 因為 基本上韓國 三個隊伍在往年的慣例 都是可以進到最後的八強的 但 這次 比較意外的是 NA第一名的這個 RUALT20 二兵 擊敗了 擊敗了他們喔 對 這邊其實真的滿東西 RUALT20的 對 那這邊很 那這邊已經確定 比賽全部告一段落 那跟大家稍微報告一下 這一組的第一名呢 是有這個TEMPEST 第二名則是有RUALT20 那今天的比賽已經告一段落 那跟大家預告一下 明天的賽事 明天就是我們台灣隊要上場啦 對 就是有第一組的ST跟L5 還有歐洲第三跟SPT喔 那一樣明天 同一時間 凌晨2點 請大家 早起來 不要睡覺好不好 幫台灣隊加油 對幫台灣隊加油 我們陪你們一起熬夜 阿不我明天沒有上班 抱歉 沒關係我陪你們一起熬夜嘛 是不是 對好啊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也謝謝大家今天的陪伴喔 我們明天見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